亲爱的伯伤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飞云金教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聪 好 今天我们继续看 日本股神CIS是如何练成的 它的第二集 本系列总共有五集 我们今天讲第二集 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它的思路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继续点赞 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教育技巧 更多的精品课程 可以去我们飞云金教的网站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有大量的我们的精品课程 以及我们的一些案例 好 我们今天开始来讲解 上一集我们讲到日本股神CIS 它整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故事 然后到高大学毕业之后 它读码失败之后 它就开始准备进入股市了 但是实际上它也说了 在读码失败之前 他已经买过股票了 他高中的时候就和父亲和他爸爸 老爸一起就买过股票 这个时候他们做股票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一个规律 还是这样子 他自己喜欢找规律 他就发现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只要是一种高转送的股票 什么是高转送呢 我们飞云金教 金评课里面专门有一个 币学知识们讲过了 这种高转送就是拆股 把股票拆开来 他就发现这种拆股送股之后 这个股票股价一般的会上涨 所以他和他父亲就买这种高转送的 这种配股送股的股票 他认为高转送之后就会涨 结果呢 他实际上还是小小赚了一笔钱 只不过呢 是因为他和他父亲一起买的 他的时候他父亲把钱分了 没给他 实际上这块啊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误解啊 实际上很多的高转送 高转送之后啊 他价格是一直下跌的 从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并不是他的成功秘诀啊 就是他只讲了 他是怎么做这个股票的 好在高中初入股市学会看价格活动 他就说虽然他也没有赚钱啊 小赚了也是父亲给他分的 他也没给他 但是呢他因为买了股票 就喜欢观察这个股票的价格 就是长期观察股票价格 让他对股价有一定的灵感 好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他赌马失败之后 开始准备杀入股市 概率天才亏光积蓄 他即使是个概率天才 即使前面做过那么多好的投机活动 他在股市里面 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快速的亏光了家产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亏光的啊 他2000年以300万日元入市 300万日元大概折合20万人民币啊 就是请大家注意这个不一定很准确啊 我只是给大家大概折一下 然后他每个月还把公司投进去 1.3万人民币继续投 也就是说在他不断的亏损 亏了投投了亏再亏再投 一直前前后后投了1000万日元进去了 也相当于六七十万人民币是吧 七十万人民币 然后几乎全部亏过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想说 股神也是人啊 股神也是人 他也会犯我们的错误 所以你们犯错误我犯错误和别人犯错误 都是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股票市场金融交易就是反人性的 你只要来 你有人性你就不犯错误啊 所以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一直来做交易做的特别好 然后呢有人去请教他为什么做那么好 他就一句话因为我和你们不一样 也就是简单的说其他的人有人性他没有人性啊 当然不是骂人的话我就开个玩笑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人 你放心 来了都会亏损 因为你的人性必然所知 只有那些本来就会被人不一样的人 他们可能一上来会持续赚钱 但是这种人太少太少太少啊 好所以呢我们的股神和我们正常人一样 来了之后呢几乎把一千万日元全部亏光了 但是亏光了他就自己总结 那我为什么亏损 然后他主要写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是偏见的基本面飞行 请注意啊他开始是做基本面飞行 这个弥菲老师也讲大量基本面飞行的东西 基本面飞行是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股票 但是我这里面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股神开始他也是以基本面物入手 但他的基本面是怎么偏的啊 不像比如弥菲老师他学的也是宾夕法律大 宾大毕业的他们就是学下最正统的 最正统的最优秀的基本面飞行 这个股神呢他可能当时就是自认为这个是一个基本面飞行 所以他是在用偏见的基本面飞行 他是怎么飞行呢 就是找同行里面最便宜的股票 就比如航空股 那找到航空股哪个最便宜 比如电子股 我就找电子股哪个股票最便宜 然后呢他也去飞行他的财务报表啊 飞行他的基本面呢 他就认为只要我的基本面好 是不是我价格又足够的便宜 那么是金子总会发光 就一定会涨起来 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执念 就认为啊 这个股票只要他在同行行业里面价格足够低 只要他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那么是金子总会涨起来 所以这次犯了我们大多数是一样的错误啊 天界的基本面飞行 那么买了之后肯定没涨起来 他就开始怎么办 亏损加仓 这简直犯了所有人大亏的一个道理 所有人大亏都是亏损加仓 大家记得没有 以前我们讲过马丁数发斯 马丁数发斯最惨的一次 一天亏了几百万美元 他老婆去买皮大衣的时候是怎么回事 就是亏损加仓亏损加仓亏损加仓 一路加下去 最后呢爆亏 一直到最后第二天又全部砍仓 整整这一天亏了几百万美元了啊 好他就是亏损加仓 越亏越买 亏损补仓摊平成本 所以 关于这个 我知道很多朋友肯定有疑惑说 那有的人就是亏损加仓赚回来呀 这就是金融交易最大的困惑之一 很多人用错误的方法 运气好也能赚钱 但是如果你跟他学就是和魔鬼做交易 你一定会在某一天亏大 让你倾家荡产 因为你这个方法本身是错误的 你方法是错误的 你亏损只是迟早的问题 如果你方法正确 可能这段时间你亏损 但是你赚钱一定是迟早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模型关系 好 这是所有人的亏损 包括我们看到幽灵的礼物啊 我们看过我们的索罗斯啊 看过Victor啊 看过丹尼斯啊 看过我们很多的动物方法 每个人都告诉你 绝对不能亏损加仓 亏损加仓是最差最差的交易方法 一定会让你亏 一定会让你大亏啊 好他也是 但有偏见的基本面分析 然后亏损加仓越来越来 最后呢就把它整整的这一千万日元 全部亏损 亏损了 亏损了之后啊 他也在思考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他运气比较好 就有一个论坛 股票论坛 因为你看哈 这是人的习惯啊 什么习惯呢 他一直都很喜欢去看一些论坛 是不是 所以呢现在炒股 他也去看论坛 跟高手学习 然后在一个论坛里面 和其他人交流 他就发现这个问题 于是他就想问 股票为什么这么便宜 庄家大机构大资金 难道看不出来吗 别人没发现吗 这里面啊 我就想给大家 也说明了道理 很多人在其他行业 做得非常优秀的人 来股票里面亏得非常惨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自己认为很聪明 自认为聪明啊 包括炒股的智慧 就那本书 我也讲过了啊 大家也看过 那里面陈江亭老师就说 他在华尔街那么多年 中国那么多优秀的留学生 后来都读到 都是美国最好大学毕业的 真正一朝股的人 养家户口的人太少太少了 就是因为太聪明啊 就是就是就是过于聪明 好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啊 就是一个道理 他就说 他你想啊 我这么聪明啊 我能够基本上能看出来 啊价格又便宜 他的这个基本面又好 他又不长 哎那我就想要捡个宝石的 难道人家的大机构看不出来吗 难道人家基金看不出来吗 难道人家大资金看不出来吗 人家为什么没有买 人家为什么没有建仓 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一定是现在时候没到 那么也就是说啊 你不要是自认为太聪明啊 这个时候他就坚定的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了 那么他思想是如何改变的呢 我们来看第三阶段 好我们继续 股神CIS在亏光了一千万日元之后啊 他就开始边工作边学习 他学习的方式就是去上一个论坛啊 当时日本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的高手啊 正好遇到一些高手 而且他给了自己三年的学习期限 他对自己说啊不要担心啊 我这三年我踏踏实实专专心心的去学习 而不要在乎这个钱 所以呢他就已经考虑到了 我这三年我至少满足能够学三年 所以他每一次去买股票卖股票用了钱都非常少 而不是像很多人啊说我要来学股票 然后啪的一下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不是这样子的 人家是一点一点开始练习的 这基本上是所有优秀的成功的 人的一个共性啊 大家千万不要当赌徒上来赌一把啊 一把上去了 不是这样子的 他在这些论坛和这些高手啊一起啊 他学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就是他认为一个股票的价格啊 他是贵还是便宜 完完全全是你的主观看法 是你认为贵了 你认为便宜了 所以是你的主观看法 那么越赚钱的人 他越只是关注于短期的这个价格的走势 比如说啊他认为价格波动是不是在涨啊 是不是在跌 还有K线的走法 还有是否被纳入指数 当然啊这个是日本独特的 我们中国有没有不太清楚啊 美国的原因 也就是说他只是在乎短期优势啊短期优势啊 也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以后一周怎么走 一年怎么走 将来怎么走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管今天这个股票会不会上涨明天会不会上涨啊 什么时候他的趋势到头了 他只关心这件事情 于是啊他就彻底的改做短线 当然这里面也请大家注意啊 他改做短线也是因为这种事情是符合了他的教育方法 我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还有收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们要找到你的方法啊 这是人家股神 他自己股神赛斯他自己成功的秘密 就是做短线啊 他自己在短线 然后呢啊 当然还有就是日本也是T加零啊 当天买可以当天卖 或者怎么中国的国企还不太一样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他就把研究的方向重点改为股票的价格波动啊 价格波动 就是他内在价值 我先放一边 他价格是如何波动的 我要重点观察 然后从实践中学习 他每天就第一个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价格的波动 半夜都会爬起来看盘啊 那如果比较重要的话 还有他跟着大资金 他开始找比如有些是退休基金啊 有些是他的基金啊 跟着他们的迹象去买一些小盘股啊 第三他就最关键的一点 他开始不停的否定自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停的承认错误 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 不停的去止损 不停的投降 这一点 都告诉你 这就是秘诀啊 这就是秘诀啊 小止损就是秘诀啊 但是人性过不了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一点 有的人天生就是反人性的 人家对止损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不停止损 错了就砍掉 止损 回来了 他从三百万日元 他从三百万日元开始在懂得了大车大陆这个道理之后啊 资产就变成六千万 资产六千万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到现在他的资产是二百三十个亿啊 这个日元二百三十一日元 然后呢 现在他可过着一种可能所有人都很羡慕的生活啊 大家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在他书里面是这么描述的 我现在啊只做早盘 而且人家只做早上九点到九点二十啊 这就是很多人觉得有的人跟我说比特币都好啊 这个外汇都好啊 一天二十四小时交易 哇这是最好的交易品种 可是我告诉大家 越是高手人家交易时间越少 你看人家这种一万复工间只交易二十分钟 哎呀早盘交易完了做什么呢 哎看漫画书 这可能是日本人特有的啊 这个他就看漫画书 下午干嘛呢 打麻将 哎玩游戏 玩那些对脑子不是特别费脑子的游戏 就是打麻将玩游戏 看漫画书做交易 哇这种点子是 是不是大家都特别羡慕的成功的人生啊 当然有的人羡慕的人很不喜欢啊 但是最大部分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嘛 或者你不喜欢打麻将玩游戏 你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做一些东西 旅游啊或者你做一点做菜啊 或者你看看书啊 总之你就只有二十分钟来做交易 你就可以实现人生自由 多高兴的事情啊 是不是啊 好 但是人家做到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人家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辛苦的 你看他说了 从三百万到六千万的时候 后来到几十个亿 他身体是越来越差 他举个例子 2018年 当时拉肚子拉过两百多回 可以说平均一两天拉一次肚子 然后为什么呢 他就讲他是长期的集中专注心碎 所以呢就导致啊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啊 他的身体可能会得了一些病 所以呢他也告诉告诉大家 就做交易啊 所以尽量的不要把身体搞垮了 所以后面他就不再全天做交易 改道啊 直到早上九点到九点二十做交易 他身体就好起来了啊 好 这就是他的一个机密 一直就做一直赚钱 那么他大错大悟 到底感受到了什么呢 上上一部分我们也说了 就是他做短线 那么短线到底是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概率游行 或者是叫概率层机啊 这是不是我们非宁金教 一直阐述的这个逻辑啊 所以说看到这本书之后啊 我以前讲过很多东西啊 这个时候赛言西本书还没有出来呢 现在这本书出来了 大家再次证明 我们非宁金教以前讲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无比的正确啊 我们讲的基本面是因果逻辑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 是个因果的概率逻辑 但是如果你要做短线超短线 他就是纯粹的概率投资 纯粹的概率逻辑 他就有他的一个交易方法 好 他是一种随机概率 大处法则啊 我们这个道理怎么用 我们后面几期会详细来给大家讲啊 我们现在就不讲了 总之他就是把整个的金融交易 当成是一种游戏 当成是一种概率投机游戏啊 从此他就开始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啊 好这里面有个小插曲 我特别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哪一个小插曲呢 就是当他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因为他说宅男嘛 一天都宅在家 什么都不做 开办法说 打游戏 做交易 一直都要做 他最后觉得需要一个女朋友了 诶 然后他就自己在广告做了一个广告 就写了三句话 我二十五岁 有一亿两千万 我在找女朋友 大家看有钱人的世界 是多么的简单 纯粹 直接啊 什么都不用说啊 就三句话 二十五岁 一亿两千万 我在找女朋友 然后呢那些求爱信啊 就纸片们的飞来 甚至有一个老奶奶五十多岁的 还问他 你看我合不合适 是不是年龄太大了 我看到这儿我都笑的不行了 所以如果 当然我们 我们做交易 我是有家有孩子的人啊 家庭幸福的人 我只是说 如果对于好多单身的人来说 你做交易真的是 改变自己的一个途径啊 废话不多说 简单直接离去啊 你通过交易赚了钱之后 我交易员有多少多少钱 我需要的女朋友 你看啊 所以这个有钱人生活 真是太直接 太简单了吧 所以我们大家 如果你还年轻 还没有结婚 你想利用交易改变自己 那么你可以认真的 学一学CIS 他的一些思路啊 当然 他自己反复强调过 我的方法是适合我自己 你看我们也讲了 上一集专门上 他从小长大 他就特别适合做这种概率投机 那么你如果一直不适合 那么你可能要去 比如说啊 像跟明菲老师学基本面啊 跟其他人学一些中长线的逻辑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喜欢短线 你特别适合他这个交易方法 我相信 我们下面会接着跟你一级一级的讲 他的理念 他的具体教育手法 以及一些其他的要点 好的 非常感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海外里面订阅 在国内西瓜视频 以及B站订阅 还有给我们多点赞 多留言 这样子呢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啊 后面我们会做很多很多更好的系列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学习交易方法 交易技巧 交易系统 以及基本面的很多知识 也可以点击我们飞云金教网站 飞云金教里面有大量的精品课 可以让你踏踏实实一步步学习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们下集再见